我们从四月底开始就造型了 那开很多会造很多行 那么在十几次的造型里面 再把它规范呈现的这个造型 这其实这跟剧本也有关系 它本来是一个小人物 希望终有一天能够进入 小小的黑色会里面 当一个所谓对它来讲 是出人头地的一个身份 一开始就是好像是 比较注重它的外形 那么它一直希望说 可能这些衣服不是它的 它就是捡来的 因为它实在是太穷了 捡来它又自以为自己很好看的那种感觉 就是跟它的性格有点一样的 就好像很有自信心那样子的 做卡朗啊 虎头帮大哥在里面睡着眼睛 谁不怕死个行前一步啊 到了到了到了 其实我们有很多衣服都非常的贵 但是因为由于我们把它做旧了 然后你们看起来好像很便宜 但是其实像周先生的很多西装啊 衬衫啊 裤子啊 鞋子其实都是蛮贵的 但是就因为把它做得太旧了 可能感觉不知道它本来的价值 它其实呢 第一次造型呢是很女性化的 而且甚至于还比较可爱一点 蛮漂亮的 那么导演就觉得说 在这么一个乱世里头 如果一个那么漂亮的女孩子 在街上卖雪糕 可能一早已经性命难保了 所以我就把它造得 有一点中性那种感觉 比较自然一点的 而且它是需要干活 因为它在卖雪糕 它靠自己劳力去做 又很难掩饰它天生力值 所以呢 就是说也不用把它刻意弄得 非常的男孩子那样子 就是一个比较自然一点的中性服装 它其实呢 是因为剧情的需要变成是这样子 本来它的第一次出场 它是可以这样子 因为当时它是在《青城病院》里面 那么导演希望它是很 很放鬆一点的 就是很自然 这部戏的服装是我重映了三十年以来 最简单最特别的服装 因为戏里面我穿了一件背心 那么和一条那些所谓 曼烟通的短裤 那么加上一对拖鞋 那么可能周导演希望有一个 比一个观众猜不到我身份的效果 那么我觉得挺有趣的 但是后来它这个造型之后 就马上就要跟着一场大打 那它这个大打 我觉得对演员来讲就是蛮辛苦的 因为它完全不能够摆那个洞 它也挖 它根本很难做 其他很多这种护身的方法 那么对它来讲 打的方面是比较辛苦一点 打在里面就怎么讲呢 很辛苦呢 穿那些衣服 我觉得再加上那个拖鞋 打起上是很滑的地板 如果你没有那样的功力 你就很难应付到的 我都扭伤了一脚 因为再拖鞋打 那么可能周导演想考一下我 现在还有没有这个本事 去应付它要给我的要求 好象就一一通过了 本来第一次导演给我的那个information 就是说他们两个 一个是飞仔一个是飞女 那么所以呢 第一次的造型呢 是比较40年代的那种 飞仔飞女的感觉 但是导演觉得好像还不够突出 所以他想说可以突出这个年代的感觉 或者就是不要让人有感觉 是归陷于在这个40年代的感觉 那么所以干脆就是两个人 让他们比较颜色多一点啊 或者花俏一点啊 这样子 刚开始造型的时候 造了还蛮多类似这种 很花俏的造型 但是我也没想到后来 在陈寨出现的时候 他们居然是变成自己 碎鱼为主 觉得周先生是主观比较强烈的一个人 比如说 我觉得整部戏里面就是天地双残 这两个人在他脑子里面是最清楚的两个形象 他已经想好的 然后他说有两个人像幽灵一样 而且两个人都是穿长衫 两个人还同时背了一个很大的琴 我觉得那个感觉非常好 唯一这个想法我跟他的想法很接近 其他的造型都有一点改变过 就是这个造型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通常我每一部戏我接到剧本的时候 我对我自己的想法去做 但是要看导演的性格怎么样去决定 如果说你不是常常跟他接触的话 就会马上跟他的距离又更远一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茜 中文字幕——YK